干了好久的活口渴了来喝点水吧 味道还不错哦 咦,你们看一下前面水底粉色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去,怎么是个粉色小甲鱼呀 看看这里,刚刚我还没有注意到呢 这里竟然有个东西爬进去了 把它抓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吧 我去,原来是一只小乌龟呀 这个水沟怎么会有小乌龟,好奇怪呀 现在我们来翻开这些石头 看看石头下面会不会躲小乌龟吧 我去,这个位置竟然真的躲了一个小乌龟呢 你们那边有这样的小乌龟吗 肚子是橙色的哦 先不管了,赶紧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小乌龟抓吧 我去,前面那个黑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呀 我丢,竟然又是一个我们本地的小乌龟呢 我这运气怎么那么好呀 一下子就抓到那么多乌龟 现在来继续找找看还有没有吧 我去,在我脚下又有一个黑黑的东西 不会又是小乌龟吧 真的没错哦,竟然真的是小乌龟呢 这个地方有那么多乌龟,难道有乌龟窝吗 我们就继续下去看一下吧 看看这附近还有没有这种小乌龟抓吧 我去,这里怎么有个绿色的小东西呀 我去,竟然是一个绿色的小甲鱼呢 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吧 咦,你们看看这个草地上是什么东西呀 又是两个乌龟 这两个家伙是在这里打架吗 赶紧把它们抓起来放进盆里吧 来看看今天的收获吧 竟然有这么多的小乌龟呢 真是不错的收获呀 那就等下放进乌龟缸里养起来吧 今天我经过水沟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里怎么有一只领盒饭的鱼 我去,这么大一只大老黑领盒饭了 这也太可惜了吧 咦,你们看看前面 怎么又有一只领盒饭的鱼呀 而且个头特别大 再来看看这里 下游一点的位置 竟然又有一只领盒饭的鱼哦 我的天,这些鱼是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吗 真的太奇怪了 咦,你们看前面是什么东西动来动去呀 呀,竟然是一只幸存下来的鱼呢 赶紧把它给拯救起来吧 是一只小黑鱼哦 看,就在刚刚抓到鱼的下面一点 又发现有两只鱼领盒饭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呀 它们身上还是臭臭的 真的是太奇怪了 看,刚刚上游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冲下来了一只鱼呢 还是红色的鱼哦 把它抓起来一看 咦,怎么它的头上是这样的呀 这该不会是变异了吧 看看,刚刚又有一只鱼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游上去了 赶紧把它给抓起来吧 我去,这鱼竟然还是金色的呢 这也太好看了吧 赶紧把它放进桶里去吧 刚刚我到下游的时候突然又发现又有一只鱼被冲下来了 赶紧把它给拯救起来吧 我去,你们看看这个鱼还是白色的呢 它的头也是很大的 这该不会是大头鱼吧 刚刚没有注意到这里我的脚下 竟然有一个这么小的红继鱼呢 这也太小了吧 你们有抓过这么小的红继鱼吗 感觉还挺可爱的哦 看看,这些就是今天抓到的比较奇特的鱼了 还不错吧 赶紧把它们放进桶里带回家吧 这些鱼放进我的鱼缸一定会很好看的 今天我在河边打水的时候 突然发现水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去,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赶紧把它给抓起来 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去,这不是一个甲鱼吗 怎么有一只那么大的甲鱼出现在这里呀 先把它放进桶里去吧 真的是太奇怪了 竟然被我意外捡到一个乌龟 咦,你们看看 前面那个黑色的是什么东西呀 咦,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像乌龟呀 我去,这个东西怎么好像还是有点动静 也没有领盒饭呀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们有人知道吗 肚子是橙色的 你们如果认识的话 把它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真的太奇怪了 这里怎么会有乌龟茧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咦,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下面好像又有两个绿色的东西 好像又是两个乌龟呀 果真没错 竟然又是两个乌龟 我去,这里难道说有乌龟的窝在这附近吗 怎么那么多乌龟呀 咦 我去,你们看这是什么 一个乌龟好像在吃什么东西 看看,好像在吃一个蓝色的小龙虾呀 咦 我去,你们看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蓝色的小龙虾 怎么会是蓝色的呢 难道这是变异了吗 我去,先把它放进桶里带回家研究吧 来看一下我昨天在水沟里抓到的小乌龟们吧 给它们喂点吃的 它们应该都饿了吧 对了,我听好多粉丝都说 这个卡通乌龟身上的油漆是无良商家 为了卖个好价钱 才把油漆涂上去的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拯救一下卡通乌龟 就用我奶奶的绣花针吧 现在就来帮助卡通乌龟去除身上的油漆吧 这些无良商家真是可恨 为了卖个好价钱把油漆涂在乌龟身上 商家们应该不知道这个油漆涂在乌龟背上 是会影响乌龟的长大吧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拯救一下卡通乌龟 不然乌龟是会长不大的 你们说我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心心多多支持哦 谢谢大家 你们看 没一会的功夫乌龟身上的油漆 就被我去除了一些咯 我要继续加油 一定要拯救这个卡通小乌龟 如果你们家也有这种卡通乌龟 一定要记得给它去除身上的油漆哦 不然乌龟是长不大的 我家里还有两个卡通乌龟 都是昨天在水沟里捡到的 你们说我要不要一起 把它们身上的油漆给去除掉呢 大家可以把加油两个字打出来吗 可以为我加油哦 这样的话 我去除油漆就会更加的努力哦 谢谢大家 你们看看 现在乌龟身上的油漆 已经都被我去除了一大部分了 真是不错呀 让我继续加油 拯救这个小乌龟吧 我感觉现在乌龟身上 都会轻松一点了吧 你们有没有觉得呢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点点了呢 赶紧加速把油漆去除吧 这样小乌龟就算完全的被我拯救起来了 你们看看 现在小乌龟身上已经完全没有油漆了 就算是拯救成功了 我今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哦 今天我准备来水沟里打水浇菜的 突然发现前面好像有个什么情况 咦 角落里的是什么东西呀 怎么那么奇怪呀 赶紧把它抓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吧 咦 这个不是一个甲鱼吗 这里怎么会出现一个甲鱼呢 好奇怪呀 就当我一头雾水的时候 突然又发现这个角落里有一个绿色的东西 这个不是一个绿色的小甲鱼吗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甲鱼呀 这也太奇怪了吧 太奇怪了 先把它放进桶里去吧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为什么会出现甲鱼 太令人感到意外了 咦 这个粉色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呀 呀 这不是一个粉色的小甲鱼吗 这里怎么又会出现粉色的小甲鱼呢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哪里来的那么多甲鱼 真的是太奇怪了 我去 这里怎么有一个小龙虾呀 奇怪 这个小龙虾怎么是橙色的 你们有人见过吗 难道这是变异的小龙虾吗 这也太奇怪了吧 就当我准备提上桶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你们看看这里怎么又有两个乌龟 而且还是一大一小的哦 赶紧把它们放进桶里带回家养起来吧 哇 哇 好